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几年 年年上头版 为什么呢 因为一年的年终奖金跟这个尾牙 是比一年手笔都还要的大 那今年呢 这个老板说总共砸了八千万元 办尾牙发年终奖金 年终奖金平均至少四个月起跳 四到十六个月都有 这样一个数字或许大家觉得很赞的咯 但是还要告诉你最引人瞩目 大家最要关注经文界都会来比的 就是那十二辆的百万进口名车 今年给了十二辆百万进口名车 以前曾经给过保时捷等等 拿名车来扣赏 扣赏这个机优员工 也是这家印刷公司的这几年的 必定都要出的手笔 所以看到这里不是要的 是不是很多的上班族开始觉得垂心肝 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公司业绩好 回馈员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呢 怎么个回馈法 拿多少出来回馈 怎么办尾牙 赚的钱拿多少出来发年终奖金 这里头当然是都是老板在决定的啦 那老板们年年在很伤脑筋吗 到底有没有些游戏规则在里头 我们今天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谈一谈 另外呢 是上班族 当然我们也得要来想想咯 你又要如何能够拿到足够来 慰绕你一年辛苦工作下来的奖励呢 这部分呢 做员工的你 又应该做些什么事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参加 一并地来告诉大家咯 我们现场的来宾先为您介绍 我们再来好好来看一看从年终奖金 从尾牙 怎么看待自己呆的产业 呆的企业 以及自己未来新的一年的最好的 能够有些什么样的好表现 来 现场来宾 我们首先第一位为大家来介绍的是 资深的媒体评论员 来介绍的是周玉寇小姐 来 玉寇姐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不起 好 那第二位我们来介绍 今天现场请到的财经专家 林晨艺 林副总 大家好 国主好 好 今天现场来请到人力专家 看看在什么样的企业 你可以拿到最多年终奖金了 来 欢迎的是大华 李总监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场另外一位评论员是康仁俊 胡说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看说 哇 这个企业 我们说每年都要上头版的 那么这个到底这回是花了多少钱 做怎么样的一个年终尾牙 那么那12辆车长得什么样子呢 先看我们的介绍报道 一字排开 几廊几单 印刷厂尾牙都还没吃 老板先准备了这12台百万名车 单价最高的价值还超过四百万 老板点名送给工厂里 CP值战斗力高的工作伙伴 小小一个员工要在这边 努力地工作 然后获得老板的奖势 2010年年是得到一台冰士 然后现在就换一台新车 这一名中阶主管的口气好大 说这不是获赠的第一台车了 12名员工试乘百万名车 各个都是牙齿好白臭嗨嗨 辛苦了一整年 获得老板肯定才获得名贵车辆 这印刷厂如此慷慨 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去年总共花了六千多万 今年我们提波更高一点 我们今年大概提波 就是总共年终加上尾牙 还有整个大概会花八千多万 印刷厂机器转转转 不管时间是不是到了年底 员工和设备总会忙到最极致 这也写下印刷厂去年业绩成长15% 总营收破29亿元的成绩 以全体员工四百九十人来计算 每个人的产值就有五百八十八万 原来应该是增加的 可是被油电收场吃掉 员工的工作时间其实它还是增加的 年度大丰收年终大靠赏 印刷厂一百零一年营收二十五亿元 业者花六千万半尾牙发年终 一百零二年营收来到二十九亿元 奖品奖金加码到八千万 除了准备十二台百万名车 直接点名送给员工之外 更打算发出四到十六个月的年终奖金 相较与同业顶多只有三个月的年终奖金 要找最好工作也得要有运气 蒙上最好的福利 看看印刷厂线下人的名车奖品 和高额年终奖金 要怎么收获先这么印刷 员工得卖力点 老板更得学着点 记者陈广外张巨东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其实这是相互的 只不有好的业绩 员工才能拿到好的奖金 但是老板你要让员工如何为你这么卖力 让你业绩更加一年比一年好 这其实一直不断在这当中 循环循环又循环 其实老板很可爱 说这么些年来 大家明年都看他拿多少车子出来 犒赏员工 有朋友说车子没遗憾 万年可能是要送送员工什么呢 房子 这是不是更加的实际 这个老板说 开始想明年要送房子了 大家再来看看 这家印刷公司 明年是不是真的开始送房子呢 大家看到这 其实大家看到这新闻 到底是应该开心还是应该 有些些的小小的 把泪水往肚子里头吞 但你看看刚刚简单为您介绍 这家印刷公司 今年刚刚说八千万办尾牙 重点是那十二辆名车 昨天已经让得奖者 去试诚一下了 但是呢 这个尾牙还没正式办 这个在年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才会办 里头还是要摸彩嘛 有冰箱电视机 手机平板电脑 告诉大家他们是人人有奖哦 因为他们大概 四百九十位的员工 那奖项加了起来大概五百项 人人都会有奖 但重点是春节过后 还要继续告诉你 已经立刻决定要来做加薪了 看来这个老板 好像该做的通通都做 因为 余寇姐她说 钱是员工帮我赚的 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 这个总经理是这么说的 这个总经理做的是一般的 一个老板切家 他应该有的一个基本态度嘛 就当然就是员工帮他赚的 而且你付出了今年 你还有明年的回收 那事实上其实 除了这个年终的尾牙的这些 犒赏之外 一个员工他在这家公司 有没有成长的动能 那平常有没有一些在职的训练 还有他的其他的福利 其实都在里面 不过在今天这个 商业宣传的形象的 这个营造很重要的一个情况之下 反而尾牙变成了 有一些大型企业 他们让自己的公司的 这个整个的整体包装 可以再次提升的一个方法 这个是会而不费的一件事 不过像我做过主管 我们做这种中级高级主管的人 最怕就是年终送这种大礼 因为我一抽到的话 一定会被人家凹的 赶快送出来 要捐出去 对 所以我们来讲 对 还好我心里想 这个高级主管 我如果抽到了迪奥车的话 那他是不是要加码 要迪奥车呢 但是不管怎样 我觉得这种新闻 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那这个良性竞争的背后 其实你要知道 印刷业对我们来讲 感觉到好像一个传统产业 它已经是一个 细扬产业似的 可是你好好的经营 然后你把它的 这个经济规模做好 然后对员工有一个 基本的这种 良性的对待的话 那他的获利 也是可以很高的 而且他对员工都这么好 那他生产的东西的品质 一定也很好 他还要加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他将来还可以加薪到5%到10% 我们希望这些老板们 都能够良性竞争 而整个的尾牙的发送 会对他的员工的 士气的激励之外 最好是对他的市场的经营 对他的业绩 真的很有帮助 然后老板就很有信心 然后双赢三赢 让我们的经济 真的从这个行业里面来提升 我觉得最好的是 他不是科技业而已 以前我们都 大家后来去年 前年开始他们这些 这家公司就有一些 被报道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好两大家 这个像王品 他们请了四月天 这个非常的盛大 那再加上这一家公司 他不是科技业 他们是服务业 对 而这个服务业呢 基本上他们的前景很好 是因为两岸还有服务贸易协议 那将来还有个大陆市场 这是真的 所以这个公司的员工 恐怕真的不需要离职 慢慢的在这里 好好的开创自己前途 是非常有这个 灿烂前景的一个地方 按照目前的趋势看 当然不只是公司有前景 光是一般员工想到 那么丰厚的年终 我干嘛要离开 但是员工说工作很辛苦 平均一天要做 10到12个小时 所以这家公司好好玩 他立刻说要争财 为什么呢 希望把大家员工上班的 时数降到9小时 真是一个不得了的 甘心的企业嘛 他们刚刚讲的 这个最大得主在这 给他拍拍手 每年似乎是都不同人了 还是搭轮流拿到 反正车给你 那到底接下来尾压的时候 他们需不需要再吐出来多少 我们是不晓得啦 不过再你看一看说 这家企业 这家印刷公司 就像刚刚玉扣姐讲的 它根本是 原来被视为是传统产业 那会不会是所谓的 细洋行业 但是现在看来 显然是 做得更加的好 所以林副总 因为他十多年前说 他就开始做转型 因为真的竞争太激烈 大家也是毛利 非常非常之薄了 所以他开始做转型 他走的是什么呢 走的是科技化 数位化 所以他现在的盒板印刷 书籍印刷很简单 大家听得懂 但有网路数位印刷 他有做相片书 更做云端印刷 他以前是做名片印刷起家的 现在这个市占率 还是非常非常之高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老板 他看的眼光真的看得很远 十多年前他就数位化 现在他丰收了 是 这个老板的话 我认为他很厉害一点 就是他前几年 他看印刷业 已经变成了一个细洋产业 他怎么样去做转型呢 那么其他的这个印刷业 同意怎么说 大家都持平 甚至于还有人衰退 一般的话 大概有一个月就不错了 他还能够有八千万 出来去办委 四百九十个员工 你看每一个人印刷的话 就贡献了五百多亿 五百八十八万 那这样的水准 怎么样达到呢 就是刚才国术所提的 他做数位 还有云端 我举例来讲怎么做 如果各位朋友的话 你有空 你待会有兴趣的话 你就上网去Google一下 你打印刷 或者是你想要出版书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书 它是用自动去做出版的 它不是说 出版社来找你 你可以自己去出 但是你去出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找印刷厂 那一般的人 不认识印刷厂嘛 现在在上面的话 都有广告 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云端的印刷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的话 包括你的页数 你的大小 你的用纸 甚至于你的外壳 那么当然你还是找美工 再去用 但是通常来讲的话 印刷一本书的话 三到五天就可以印出来 你就可以去拿了 包括拿到包装 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以前是怎么样 以前是业务 有时候还要带个助理 然后来帮你去做key in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说 他一天要做十个小时 因为现在这些事情的话 一个交给网络做 一个的话 两个人 要做三个人的事情 我们省下的钱的话 就可以去发年统奖金了 再者我们刚刚提到说 那个人为什么他领四百万 因为他在之前的话 他帮老板在做采购的时候 他省了超过一千万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 老板的观念的话 实在应该要改一下 员工帮你赚钱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奖金 这理所当然 员工帮你省钱 算到最后你赚的钱变多了 这也要给奖金 所以这个人省了一千多万 然后他的奖金达到三十百万 这很合理 老板给了很高兴 因为老板和股东的话 拿了更多 所以我们说呢 其实提早了去做数位化 并且找到好的利基的话 去激励员工 我相信公司就会越来越赚钱 好 这次眼光要放远 当年他十多年 已经开始数位化 他也是下重本 而且新可能在低血 因为不知道那个投资 未来是不是能够有今天 这样的荣景的一个丰收 所以那时候砸了上千万 去做那样的投资 其实同意是不看好的 但没想到他给他挤过来 而且现在是领先群伦 在台湾讲到印刷 也一定要讲到他 所以刚才呢 副总帮我们做了分析之后发现 这个老板脑袋要共动得快 在竞争到 大家都没块没钱赚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能够赚个弯 然后让你的产业 能够留案花名又一村 这就是他厉害的一个地方 那员工还会帮你省钱 不只会帮你赚钱 更会帮你省钱 这几年大家年年都在看 他们家的新闻 2010年开始出来的 2010年时候说呢 送了三辆兵士 他都指定名字要给谁的 因为你的业绩是最最最最最好的 他就是指定告诉你 就是送给你了 那么花了2000万半尾 那么隔年划一倍 马上加码一倍 4000万半尾 那年送的是两辆的保时捷 不得了进口跑车 再来再隔一年 6000万半尾 两辆保时捷 再加上6辆的奥迪 表示他赚的更多了 这回告诉你 我8000万半尾 12辆的奥迪 赚的是更加更加的多 所以大华这样的企业 在台湾很难看到吗 这样的大手笔 真的很难 但是它的原理 我们大家你我都可以懂 可是很少人就做这件事情 比方说我们看 它的营业额 它是一年29亿 对不对 29亿 我们不要算太多 一个月算两亿就好了 两亿 那他在想什么 十几年他想的是 台湾现在景气 好像没有那么好了 对不对 往下走 往下走 那印一盒名片 要一百多块钱 对 你还有的时候要是上光 要怎么样 双面 这些都有 他全部考虑进去 他会印到最便宜 一盒名片 三十五块 三十五块 然后还可以 你量大还可以再便宜 所以他一个月 如果说是两亿的营业额 如果都是名片的话 他可以印一千六百万盒 但有那么多市场需求 可以印一千六百万盒 对 但很多还有他的行路 各方面来算 所以就是说老板本身 要发年用奖金 第一个你要 Business Model要正确 员工是跟着你走的 你的方向设定正确 所以老板永远知道说 消费者心里在想什么 如果说现在我们 好像薪水越博的时候 你做任何事情 提供了这些产品 叫越来越便宜 值不便 再要想说 那员工心里要想什么 他看到老板赚钱吗 对不对 赚钱是你的 跟我又没有关系 所以年终奖金很重要 所以他下了重本 他就是要激励 而且不是说普奖 每个人多少钱 对 车子十二辆不啰嗦 一字排开 展示车先来 先看我们这十二部 展示车 因为员工自己 还可以选颜色的 那先让你试成 做 这个效益一出去以后 整个员工 整个体气氛就嗨起来 所以说看到 刚刚国祝问一个 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台湾 有多少家长 这样子的企业 我们光看年终奖金好了 我们最新的统计 看到今年 年终奖金最高 我们现在统计起来 当然有些没有公布的 二十个月的年终奖金 算高了 鼎泰风 鼎泰风 他做的是可以说 平民的美食 平价的美食 那说美食你说 一龙小红包也有 好几百块 不算便宜 但是呢 跟鱼石烟物比起来 是人人可享受 而且它有一定的水准 再来呢 就是新复发建设 十个月 他们不止今年 去年也是一样 那他们就是说 在这个行销方面 再怎么打方 他会选到好的地段 这也很重要 那还有就是 中租控股 像金控 赵风金 都有7.7到15个月 像这样子一个规模 王平呢 今年也是宣布 他们要全面调薪 因为他们年终奖金 带是固定的 两个月 因为他们在每个月 都分配有奖金的额度 每个月都有 那这样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公司不用把金流 全部集中在年底 一次来 那到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 所以他宣布的是 全面调薪 1.5到4.5 也是调薪 这几个产业 那还包含像是 国泰金 玉龙汽车 瓦城 他们都相当不错 都五个月以上年终 所以说其实看来 去年一年 会许大家觉得有点闷 但显然在年 我讲到这个时刻会发现 好像老板们的手头 不是那么紧 好像不是那么样的紧 像这个 刚刚落幕的车展 大家买车 买的跟什么样 好像不用钱 为什么呢 当然说降价 或是优惠很多之外 舍得去买 那表示这个 整个市场 是稍微活络的一点 大家是不是展望 是今年2014 真的是相当的 之有希望 那我们看到 当然不能只靠车 那么这个业绩 那个做得好 那么员工备受激励 大家都朗朗上口 到这家 这个印刷公司 叫什么名字 虽然他在台中以前 大家不知道他是谁 但现在年年都要 等着看他的新闻 看这个老板 今年如何出招 那接下来 是不是像他说 明年要开始送房子 我们再来拭目以待 让业绩恐怕要达到 才可能有更好 更好的一个回馈 那先告诉你是呢 这个去年的状况 他还能够有 年营业的成长 一成五 那么刚才老师 林副总告诉我们 这个员工的产值 一人五百八十八万元 好 所以这个员工产值 有这么多 还可以帮你省钱 拿到一辆四百万的 三百万 四百万的车 那还有年终奖金 最高最高年终奖金 说某个主管 业务的高级主管 拿的是三百万元 所以 任俊 这个其实是互为因果 不只我老板会赚钱 你也要能够帮我赚 我才能给你那么多 你是其中特会赚 又特会帮我省 我只好给你更多的奖励 这看来到底 谁是那个 该最努力的那个人 是老板还是员工 我说真的 讨论这个话题 我看了真的非常非常羡慕 我相信电视机前面 观众朋友 很多人也很羡慕 所遇到这样一个老板 我刚特别上网路的 人力银行查了一下 他的职缺 都只开 就每一项不同类别的职缺 大概都只有一个人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他应征的人数 很多的职缺 都是在20个人 到30个人以上 拼命想要挤进这家公司 不得了 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他这个是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行销的手法 你想想看 他第一年送宾市 第二年送保时捷 那个做法之后 第三年媒体一定关注 你要送什么 你想想看 那以今天的整个的新闻量来讲 各家电视台 包含报纸广播 这些是他平常花 再多钱都买不到的 而且是一天两天比下去 所以我说 我认为这个老板 第一个 就是他很愿意 给员工这些东西 我想员工当然会相信 我特别想要料 就是说 你光看他应征的人数 一个职缺 有那么多人想要挤进去 你就可以知道 大家会把他心目中认为说 这一定是一家好公司 所以我会觉得说 就是说 当然以老板自己来讲 因为我以前曾经 有尝试过要去印刷 就像刚刚副总讲 那个书籍 你知道我们以前 要走印刷这一行 是完全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第一个被受限的就是 我们去印刷厂的时候 老板会 你要印几本 对 我是问那个20本 老板会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不接你 不符合 因为太 你这个东西 他要把其他东西下架 然后再弄你的 他觉得他滑步 还要帮你排 帮你叫 可是人家做电脑化之后 就像刚副总说的 你自己上网去弄 你都可以自己出一本书 所以在那样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他抢到很好的商机 就我的经验来看 当你抢到商机之后 你就创下了一个门槛 那个门槛一被创立之后 后面的人想要再打破你 基本上我认为有难度 就像现在也有很多 印刷业讲说 你现在搞这个样子 你要逼死谁 就是其他人都被你逼死了 我们印刷界还要做什么 可是相对来讲 他所获得的那个加成效应 非常非常大 也就是大家第一个会想到说 当你要找印刷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想到说 你看媒体那样 大幅的报道之后 那么方便那么便宜 而且量到那么大 而且他对员工又那么的好 你知道我相信 我算是相信说 明年送房子 应该都不会是太难的事情 应该是真的 反正那个钱 是看来是背在那儿 只是看来是买房还是买车 所以现在马上告诉你 他要征人 要征一百个人 要希望大家的工作时数 能够下降一点 那这个征人数 大家又会抢到爆 而中部地区官员棚 还是北跟南的官员棚 要杀到那里去工作 我们不晓得 那想说他成为一个范例之后 这当中有包括自己的努力 老板看准时机 看准到这个行业 不能再垮下去了 再走下去 恐怕是死路一条的时候 他如何做转型 转型成功之后呢 光是一个尾牙 跟年中奖金 他想办法做了行销 所以在这里 把致命度也大大大大打开 当然说如果他没有品质 有致命度也是枉然 这显然看来品质也不差 那么所以在这里呢 接下来每年赚的 比一年都还要多 一年一年的赚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看到说 好这好像不复当年 我们每次呢 讲到年中的时候 都要来看的是科技业 那现在显然一些 我们刚刚讲这个 印刷不就叫传统产业吗 但这家公司呢 当别家印刷厂还跟不上来 但他们在一支独秀的情况之下 也告诉你 我是传产 但是我是一个 数位化的科技传产 那真正的科技业呢 在去年这一年走来 副总有点颠簸 科技业有点颠簸 但是呢科技业的那个 这个尾牙秀尾牙业呢 见到能见度还是最最最最高的 我们来看看是 大家期待还是鸿海 等一名嘛 其实他最会赚钱的电子业 对他最后一天 他是压轴最后一天 就是农历年前 只有一个周末 他会举行他的尾压 对那但是大家看 他今年要送什么 因为去年有1000台 60吋大电视 有1500只 iPhone 5 那重点是他要抽股票 那今年股票是一定要继续抽的 不知道业绩有没有听到怎么样 他今年要怎么样抽股票 又会制造多少千万富翁出来吗 是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鸿海 还有以前大家心目中的 比较稳定的产业的话 正在台湾在出现一个变革 我们以前提过说 台湾现在产业 其实面临断电的这个问题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好像我们刚刚提到鸿海 他是压轴好戏 他代工的话还算稳定 到目前为止 去年的话可能获利还是8块钱 所以我相信 比去年郭董还要再加码 没有问题 加码 对 那广达的话 目前来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广达他也是在比电代工算稳健 但他的整个成长的话 开始慢慢的出现取缓的情况 因为在消费性电子的部分 就我们讲 比如说现在 你搞不好你的这个笔电 或桌上去电脑的话 你可能三五年才换一台 但是呢 手机两年没换 好老 朋友在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就有点 有丢脸吗 有点不太好意思 对 跟不上时代 所以我们前一阵子 也是忍不住 也去换了一台 不能免俗 对 那但是呢 在我们提过说 其实整个消费性产业 不管是手机或平板 包括宏达电和宏基 其实在去年的话 都是出现亏钱的进行 像宏基的话 去年就亏了131亿 第三季 那么宏达电去年总结下来的话 他也是亏了11亿 甚至于在去年 第四季他还处分了一些业外 那么在今年的话 当然我们说 老板过来讲 其实我看到说 他在今年的话 他还有4500个这种奖项 还请来王力宏的话 这是感觉上 真的是很不错的 老板把这成绩端出来了 我聊十几个 我还有尾牙 说实在的话 也不错了 但如果说 比照以前的风光来看的话 可能是送百万红包 同时也是抽名牌教设来看的话 现在感觉上 压力就会比较大了一点 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讲 其实在之前传出来 就是说 南部有某一家技职学校 发不出年终奖金 以前我们在想的都是说 对于这种稳定的产业人的话 交出是稳定产业 高二级的话是暴利产业 但现在整个在改 结果是印刷厂的年终奖金最好 然后餐厅 有十几亿元的年终奖金 以前大家心目中的 机优企业的话 像台硕 它今年的话是4.24个月 然后再加上轻免金 不错啊 因为平均可能是一两个月 不错啊 总比有总比没有好 但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的话 就要看一下 这些产业它的一个变革的变化的话 其实现在正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不过我也提醒大家 尾牙送 你看它送越多 有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落后的指标 因为今年送的是去年赚的钱 所以今年赚多少 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今年赚多少才是重点 但至少员工们 恐怕可以非常开心说 至少我们家公司的一年下来 是大赚钱 所以尾牙这个手笔 是给端出来的 但手笔端出来 无非是激励大家 新来的这一年 你要更努力 明年底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在这个时刻 也是可以更加的开心 刚才特别讲到 那个鸿海每年的 在科技它是压轴 所以最后到底会拿多少的股票 出来给大家抽 市值的奖金额度 到底有多高 这边看到去年是花了 4.74亿元 制造了五个以上的千万富翁出来 今年还在规划当中 都不透露口风 但广达的部分 我们说代工 其实现在恐怕 真的是只会越来 状况越来不是那么样的好 广达还可以 他们习惯吃餐盒 那么这个奖金 依旧是30万最大最大 不过广达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有安慰奖 那今年安慰奖多了1000块 你如果没抽到奖项 没关系 至少有5000块现金 去年只有4000元 表示这一年 老板还是有赚钱的 有多多给大家安慰奖 人人有奖很好 那宏达店 其实甚至一度传出 恐怕尾牙都做不成 因为实在是 没办法再做下去 压力好大好大好 但是现在告诉你 还两天了 场地没找好 所以大家必须分开来做 连续两天办尾牙 那么席开总共有800多桌 同样还请来了 代言人要来做压轴 不过够够姐 这个他们老板算是有诚意 不赚钱他还是办了尾牙 但是员工却说 那个代言人 从年头看到年尾了 可不可以换人 这个五月天 他现在是帮宏达店 HTC代言的时候 其实他们科技界的 类似3C产品的厂商 就不能找五月天 去参加尾牙了 所以就变成其他行业 才找五月天 事实上确实 你知道科技业的这些工作者 平常工作时间很长 几乎就是一个工作宅男 他们当然是希望 能够在尾牙的时候 有一个心情上的放松 而科技界这个圈圈 也是一个还蛮窄的一个圈圈 会互相比较 所以我今天早上跟一些 这个业界的这些年轻的工程师们聊天 他们都早就知道别的厂是如何的 那HTC它确实它从股价 从1200块钱一直跌到100多块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还可以举办这样的尾牙已经不错了 那你总不 因为五月天它是代言人 恐怕可以博弊再多付其他的 更多的这个钱来这个参加 可是五月天是很优秀的这个摇滚乐团了啦 总比其他的行业 连这个一月天都看不到了 更别讲说有五个五月天 红打电的员工 你们可以满意了吧 你看看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像红基赔钱 什么其他的这个电子公司更麻烦 那红海是因为我觉得郭台铭先生 他从这个结婚之后 他营造那个形象又更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就不以这个舞台上的演出为主 那就有点像家父长一样 让我们的员工们 大家都有很好的一个收入 或者说一个红包 那这都跟形象有关 老实讲 什么时候尾牙变成了形象包装 这个是累积而来的 这个蛮好的 因为这个形象包装是属于员工 可是老板们也不要以为 光给这个牙的 这些红利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员工要的还是他们的前途 那我要说的是 刚才讲的服务业跟餐饮业 其实它这一年是可以保证还不错的 但是要服务贸易协议 我怎么突然讲到这样 就服务贸易协议要 真的要通过 尤其是等一下我们可以讲的 就这个印刷业 它从一个传统产业变成科技产业 这个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应该在 企业界的经营 跟它的转型的魄力上面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不只是发这个迪奥汽车这件事 对 没错 这就有很多深层的意涵在里头 值得大家去看到 不单只看到表面上 有车 有房 有钱 有人唱歌 就表示你的企业经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好 这是毕竟是个表象 那么犒赏员工应该要犒赏 怎么样犒赏到 员工真的是很甘心的 感谢 重点还有呢 对企业的未来 你的发展怎么样给员工保证 这恐怕还在老板最大的责任 我们休息会待会就来看看 那么状况不好企业该怎么办 但接下来呢 台湾今年要走得更好 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 一并急得来做解决 我们待会回来再来聊